1. 什么是社交电商? 基于社交关系,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介,实现电商中的流量获取、商店推广和交易等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,产生间接或直接交易行为的在线经营活动。 拼多多创始人黄冰说过,淘宝京东更像是电商版的Google,是搜索引擎式的电商,是人招货。 而拼多多想做一个电商版的Facebook,重点是货找人,这本质上是两个物种。 传统电商属于需求导向行销费人招货的搜索式购物模式,在如今信息,爆炸的互联网环境下显出疲软之态,而社交电商重构了人与货的关系。 利用社交媒介的炒为消费者带来发现实购物模式的体验。 而对于商家或平台而言,社交对电商的本质价值,就是获取流量降低成本,降低品牌或商铺,到消费者中间的推广成本,获得低成本的传播和低成本的渠道。 二,五大社交电商模式拼购型,以低价拼团为核心吸引力,借助微信的社交平台,迅速聚集大量用户,并以低门槛的触销活动持续刺激用户,在以大额订单获得商家低价供货。 新多多是这类模式的主要代表,发信评团,现实秒杀,砍价免费拿,签到领红包等内容营销型导购型,以社交平台起家,通过将平台用户分享的产品,服务新的树立为内容生态,刺激购买欲望,进而将长期积累的社区流量,转化为电商流量,变现能力有待。 挖掘,模式代表为小红书。 社群型,采取社区化运营的思路,按照兴趣标签划分用户群体,统一社群圈子极易产生情感价值认同,进而展开商品、服务的推荐和交流。 分销型,为拥有销售能力,或者有创建医院的个人,提供统一的货物、参配、营销等服务,将其打造为分销节点,完成销售团队的集合列店,即使作用者为余集。 综合平台,融品购,内容电商,兴趣社群为一体,尽具供应链优势和社交属性,以一战式的社交电商,体验满足用户多元的社交购物需求,如京东微信首扣购物。 社交电商有时充满红利的未来,首先,支持社交电商发展的政策背景越来越完善,这是一片潜力巨大的市场。 自2015年至今,国内政策已经四次重申,对这一行业做出了必要的规范。 其次,传统电商或课程版的提高,造社交电商与社交为核心的高频,低成本模式重获市场的关注。 再者,如今的社交电商市场巨头云机,各大平台以事件在悬上,不得不发。 最后,传统电商平台京东、淘宝、唯品汇等,已经开始在社交电商领域台并附阵,社交电商必将成为未来几年内,多加传统电商平台的发力点,新的零售战争一触即发。 i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